放飞头脑思绪飞扬朋友们好 体育比赛让人热血沸腾 体育明星们阳光明媚 可是这明媚的背后 可能却藏着一些暗黑的故事 今天就让我们来聊一聊 这暗黑的部分 2024年4月 美国媒体和德国公共广播公司 突然同时爆出一条旧文 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前的一个月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 就检测到了有23名中国运动员 对违禁药物曲美他禽呈阳性反应 意思就是这24名中国运动员 都吃了含有曲美他禽的禁药 曲美他禽是上个世纪70年代 研发出的一款药物 用于预防心脚痛 心脚痛是因为心脏表面的冠状动脉 供血不足所引发的一种症状 而曲美他禽的主要功效 就是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储备 它能明显降低心脚痛的发作频率 药物发明出来造福病人救人性命 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 但是用着用着画风就变了 由体育健而猛然发现 不是心脏病人 正常人吃了曲美他禽之后 也有一些意外收获 因为它能够让心脏血液充足 如果你是运动员 它就能够帮助运动员增强体力和耐力 而且这种药物成分还能够迅速排除体外 所以相比起之前的一些兴奋剂药品 它就不那么容易被检查出来 于是就有健儿们铤而走险 靠吃曲美他禽来提高运动成绩 2014年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把曲美他禽也列入了禁用药物 规定运动员 无论是在比赛期间 还是训练期间 都禁止吃这种药物 2024年4月的媒体爆料中说 被检测到服用曲美他禽的23名 中国运动员都是当时中国最顶尖的游泳运动员 包括了张宇飞 汪顺 秦海洋 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虽然早在东京奥运会之前的一个月就检测到 他们服用了曲美他禽类药物 但是奇怪的是并没有声张 而是继续让这23名中国运动员参加了奥运会 之后大家都知道了 中国游泳队在奥运会上拿到了不俗的成绩 获得了四枚金牌 秦海洋更是奋力打破了男子200米挖泳的世界纪录 西方媒体的爆料文章中 都暗绰绰地指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接受了某种不可告人的交易 因此默许这些吃了兴奋剂的运动员继续比赛 丑闻曝光出来以后 全球舆论哗然 当然中国的反兴奋剂机构是极力否认的 说运动员们只是吃了被曲美他禽污染的食物而已 外媒的爆料纯属污蔑 那么到底是污蔑还是事实呢 时间回到1978年1月 国家体委在北京轰轰烈烈地召开了一场大型会议 参加会议的是当时全国各省市主管体育的人物 国家体委的全称叫做中国体育运动委员会 只属于国务院 1998年以后体委改名为国家体育总局 因为中国实行的是举国体制 所以国家体委是总管了全中国的体育行政系统 也垄断了全部发展体育的资源 其他和中国一样实行体育举国体制的国家 还有前苏联 前东德 北朝鲜和古巴 共产党执政的国家 普遍把竞技体育作为体现制度优越的战场 在竞技场上碾压资本主义国家 可以让本国国民的自豪感和多巴胺爆表 弥补面包不足的饥饿感 弥补公正欠缺的不满足感 所以这些政府都热衷于以举国体制办体育 话说1978年的这场体委会议的名字 叫做全国体育工作会议 会期很长 开了七天 内容很励志 主要目标就是一个 要让中国体育快速崛起 让世界领略到中国的强大 会议总结出来的方法就是 中国体育要快速崛起就必须科研先行 这条旧文现在依然在国家体育总局的网站上挂着 可以说这么多年来都是中国体育的指路明灯了 所有的人听到科研挂帅这几个字的时候 第一反应都是 啊 难道是要集中全国力量研发新的体育设施 或者是新的训练方法吗 可真相却让人大跌眼镜 体委大会开完几个月后 10月11号 体委副主任陈仙就把体育系统所有的医生 都召集到了一起 开了一个小会 传达了会议最T的内容 就是中国体育界要响应邓小平同志的号召 打科技牌 理由是现在国外都在用药 我们为什么不能用 听到陈主任这番话 医生们才恍然大悟 原来会议所说的高科技 原来就是只吃药这回事啊 也就是屈美他勤这类禁药 运动员吃了这类禁药之后 体力耐力爆发力会提升几个档次 会显著提升取得好名词的机会 不过在上个世纪70年代 禁药的种类并不多 最有名的药数 耐力型选手吃的安非他命 也叫奔饼胺 还有爆发型选手吃的 合成代谢类骨醇 也就是激素类药物 还有射箭类运动员吃的镇静剂之类的 国际上把这类药物 通通都称之为兴奋剂 但这里要澄清一点 陈副主任当时说国外都在用药 其实也不是都在用 而是主要集中在两个国家 东德和前苏联 在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上 东德运动员一军突起 拿下了40枚金牌 多年后爆出来 其实当时东德的所有运动员都吃了兴奋剂 因为当时的体育界还没有常规要检这一说 所以这件事情是直到1982年才被披露出来的 前苏联更是从60年代后期起 就在运动员身上大规模使用兴奋剂 提高他们的运动成绩 其他国家的运动员也被查出使用过兴奋剂 比如1967年英国自行车运动员辛普森 在还法自行车赛上突然暴毙 失检时才发现他吃了安非他命 还有在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上 瑞典五项全能运动员汉斯 也被查出使用了兴奋剂 被取消了参赛资格 那这就出来一个问题 为什么绝大多数国家运动员被查出兴奋剂是个案 唯独像苏联东德这些国家是窝案 一查出来就是一大片呢 因为绝大多数国家的运动员都是属于散养型 运动苗子们的训练主要是由家庭负担的 每天的食谱如何安排 能请到什么样水平的教练 全看爹妈的荷包够不够充实 在国际重大赛事的前夕 如果苗子们有幸被选入国家队 国家才会负担起运动员的一部分费用 能不能拿奖拿到什么奖 全看苗子自己的造化 属于得知我性失知我命的个人荣耀 运动员也不用发表获奖感言 感谢祖国感谢人民 这是大多数国家的状况 但是中国大陆和前东德前苏联一样 采用的是举国体制 也就是行政系统负责 从小选拔运动人才 再把这些小苗子送进公立的专业学校 也就是体校来培养和训练运动人才 那通过了毕业验收以后的苗子 也就是中型苗子 在送往政府全额资助的专业运动队里面 比如市级运动队 省级直至国家级运动队 继续训练和参加各种赛事 培养成才 最终以在国际比赛中摘金挂银为目标 那在这种体制之下 体育就不是个人的爱好了 而是国家目标 问题一旦上升到了祖国荣誉一盘打棋 那个人的职业操守 Fair Play这种体育精神 那就成了可以被牺牲的对象 中国的体育界 每一个人在入行的第一天 就被教育要有大局观 所以当陈副主任说出 要给所有的运动员都用兴奋剂的时候 体委的医生们都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一指令 其中有一个医生名叫薛阴贤 当他听到要用兴奋剂提升运动员成绩的时候 心里竟然还有一丝隐隐的高兴 薛阴贤从1963年起 进入国家体委 做了15年的随队医生 对于中国运动员的体能体制 他知道中国运动员们从体力体制上来讲 是拼不过外国竞争对手的 体委大会召开于1978年 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文革 肉类奶制品都还是属于平票供应的 运动员们的一日三餐 虽然比一般普通人家庭 蛋白质摄取量高 但全社会依然物资紧缺 既然没有什么办法 快速让运动员变得更加强壮 那么如果能够靠兴奋剂 击败美帝国主义的运动员 让祖国杨威 Why not和乐而不为呢 医生们平静地接受这一指示 另外一个原因是 他们当时对兴奋剂的后果 确实是一无所知 在所有医生当中 最不平静的就要属薛阴贤了 他很高兴 因为他升职了 他原本只是国家篮球队的队一 会议之后他摇身一变 成了医务监督组的组长 每个医疗队的队一 都要向薛女士汇报工作 于是薛女士就兴奋而认真地 做起了工作笔记 这一记就记了十年 薛女士当时不知道的是 就是这十年的记录 让她的晚年陷入了困境 2017年薛女士带着大儿子 刘王德国 刘王的原因后面会提到 薛女士同时带出了 她最重要的书稿 内容是她多年以来 服务于中国体育圈的 经历和日记 整理成书以后 她准备取名叫做中国毒品 在海外出版发行 书的内容是震撼性的 但因为书是中文写成的 一直没有人敢接盘发行 同时薛女士受到了 来自于中国的不断阻挠 但是她在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 已经透露出了许多关键内容 也是我们下面所讲故事的 主要资讯来源 时间来到1982年12月 薛女士提到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 向全国体校 以及省市级别的体育运动队 发出了通知 所有的运动员都要吃兴奋剂 以提高运动成绩 薛女士指出 按照后来国家体委主任 武少祖的说法就是 我们不反对兴奋剂 我们利用兴奋剂 运动员成绩不行 就服用兴奋剂 只要查不出来 就是成功 既然有了领导的指示 那就动手干吧 于是乒乓球队 举重队 田径队和游泳队 率先开始服用兴奋剂 紧接着 兴奋剂在足球 排球 篮球体操等等运动领域 全面铺开 可以说无一遗漏 因为每个运动项目不同 需要的兴奋剂种类也不同 于是每个运动队 都必须琢磨出 自己的兴奋剂之路 比如中国女排 为了提高运动员的耐力 开始大量吃铁片 也就是硫酸亚铁 铁片是为贫血人士 开出的处方 一般人一天只能吃 10到15微克 但是女排的姑娘们 却像吃花生豆一样 每天吃600到800微克 是普通病人 处方药量的60倍以上 女排的队一 还在1982年的 体育科学杂志上 发表文章 兴高采烈地宣传 他们的发现 而游泳队 为了让女运动员 有男子一样的体能 开始悄悄地 给女运动员们 注射雄性激素 篮球队也一样 为了让球员们长高 也开始给选中的 小苗子们吃生长激素 薛女士还披露 不仅每一个运动队都用兴奋剂 运动队之间还相互交流切磋呢 你用的是什么 我用的是什么 哪种兴奋剂最有效 薛女士的这个说法 在中国一支著名的田径运动队 马家军身上得到了佐证 1993年 中国体坛横空出世了一支田径队 马家军 领军人物是辽宁省田径教练马俊仁 所以他带出的女子田径队 就被称为马家军 马家军的运动员主要从事中场跑 他们一出现就成了一股旋风 横扫了当年的田径赛场 马家军在1993年的 斯图加特世界田径锦标赛上 拿到了三个冠军 紧接着又在西班牙的世界马拉松赛上 拿下了团体冠军 同时还在中国的七运会上 狂破世界纪录 所有人都惊呼 天哪马俊仁的时代到来了 而马俊仁则是高昂着头说 我让谁破纪录 谁就能破纪录 当媒体们问起 马老师为国增光秘诀的时候 这里的马老师指的是马俊仁老师 不是马保国老师 那马老师则是一脸神秘的说 自己是从中国的传统食谱当中 找到了秘诀 而且他还经验仿生学 从梅花鹿和鸵鸟的身上 找到了跑步的奥秘 恩年以后 马俊仁的德义弟子王军霞 才说出了真相 田径队队员的一日三餐 的确是由马教练一手操持的 每个人吃的还都不一样 而且每个人在吃饭前 都必须吃一勺粉末状的东西 据说里面有虎骨粉 人参粉 鹿龙 冬虫夏草等等 无比珍贵的药材 但是你以为这就是马教练的秘方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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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只是马教练的烟幕弹 马教练真正的杀手锏是药物 比如固醇类药物 饼高铜 双清高铜 以及红雪球生成素这样的真剂 这些都是被国际体坛 列为兴奋剂的禁药 但在当时的中国 是只有顶级运动员 才能够用得上的特供 马教练也只给最出色的运动员 打针吃药 马家军的女运动员们 在服药和注射了这些药剂之后 肌肉力量就逐渐的 能和男性媲美了 而且身体的造血功能奇强 能够瞬间恢复疲劳 也就是说用了药之后 姑娘们都变身成了女金刚 能够在赛场上所向披靡 马家军成功后 引来了无数体坛教练 去向马教练取精 当然要变成女金刚 也是有代价的 开始服用兴奋剂以后 姑娘们的代谢完全紊乱 脾气变得暴躁 同时开始停精失眠 有的得上了肝病 有的还长出了胡须 有的甚至长出了喉结 姑娘们惊慌失措 但是又无可奈何 为了祖国的荣誉吗 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夕 马家军的7名运动员 都被查出了使用兴奋剂 事情一败落 也就成了给国家抹黑 然后马家军就被兔死狗烹了 就被中国体坛除名 无人再提起了 话说回到薛阴贤女士 每天仍然兢兢业业的 记着她的工作笔记 可是越记越发现不对头 因为她发现长期服用兴奋剂以后 许多运动员出现了莫名其妙的反应 有的是头疼 有的是全身疼 有的是身体变得非常脆弱 非常易于受伤 薛女士记录的信息越多 她越不安 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一位体操运动员的受伤 1986年入选国家队的体操运动员李东华 在一次测验赛上做出了一个漂亮的后空翻动作 可是落地之后她突然痛苦地倒地 再也站不起来了 一检查原来是两只脚的跟腱断裂了 薛阴贤询问对一之后才知道 李东华已经连续服用了一个月的激素了 此时薛阴贤再也受不了了 隔年她以体委全体医生的名义 在体操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做《体操运动员根腱断裂的病因分析》 薛医生在文章当中 委婉地提醒所有的体操运动员 最好不要服用激素类兴奋剂 因为长期使用激素以后 会加速血管的老化 让血管的弹性下降变得脆弱 同时也会让身体胶原蛋白缺乏 就会导致身体的肌腱等处 特别容易受到损伤 2008年中国田径明星刘翔 也经历了根腱断裂 薛女士在看完刘翔的治疗描述之后 确认刘翔的案例和1986年的李东华非常相似 换句话说 就是长期服用激素类兴奋剂的结果 后来篮球明星姚明的伤病退役 也有同样疑似的原因 姚明是NBA公认的最容易受伤的男人 她的运动生涯比起NBA的同事们 整整短了4-5年 姚明退役的原因是积累的伤 而她的伤主要是集中在左腿骨上 按照薛女士的观点 如果运动员曾经长期服用兴奋剂 那么身体不仅会肌腱缺少胶原蛋白 还会造成骨质疏松 那么骨头就容易断裂 此时的薛女士已经开始明确反对使用兴奋剂了 不过一位医务监督组组长的发言是不足以改变大局的 而此时的中国体坛已经爆出了一长串的兴奋剂丑闻 比如1986年汉城亚运会上 中国游泳队和女子羽毛球队运动员都被查出使用了兴奋剂 1988年加拿大卡尔加里冬季奥运会上 中国女子塑化运动员被查出使用兴奋剂 1992年西班牙巴塞罗那奥运会上 女子排球队的几名运动员被查出了使用兴奋剂 1994年日本广岛亚运会上 中国游泳队多名运动员被查出使用兴奋剂等等等等 总之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起一直到现在 几乎每年都有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上被查出使用过兴奋剂 不过越到后期运动员们使用的兴奋剂也越高档 越不容易被查出来 这的确符合了1978年体委大会上对兴奋剂提出的要求 中国体育要快速崛起 科研必须先行 而此时薛女士的职业生涯也开始发生逆转 她不再服从开始违反规定 1988年当领导要求她给体操运动员李宁注射激素的时候 她拒绝了 于是薛女士被医疗队边缘化再也无法得到重用 1988年薛女士从国家体委退休 因为她公开反对使用兴奋剂 警察时不时的就要上门关照一番 而且还想抄家搜走她多年的工作日志 于是薛女士才不得不在80多岁高龄的时候 带着大儿子离开北京流亡德国 那看到这儿大家对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 中国游泳运动队爆出的兴奋剂丑闻 背后的故事大概就应该猜得出来了 金牌的背后不仅有运动员的血汗为代价 更有他们的健康为代价 那这样的金牌是不是含血量太高了呢 那它还值得吗 那么好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儿 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觉得咱们这个频道 或者咱们的话题有意思的话 就请订个月关个住 下回更新不迷路 散会 最后剪辑师小谢拍了个案 奥林匹克的五环 都被这个兴奋剂弄成了 索命连环套的五环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